在教育部艺术和美感深耕计划的支持下 明年国小逐年的翻新校园四周老旧的围墙 并且由新传讲得主李鸿斌老师指导学生来绘画 特别走出了教室在校门口的围墙展开作画 小朋友们画上最喜欢的海中生物装点校园的景点 也提升了孩子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明年国小五年级的小朋友认真地在学校围墙上做画 他们其实已经经过一整年的学习 5月12号终于把自己的学习成果 充分地展现在学校大门口的围墙上 为什么会想参加这个画画 因为很好玩 因为这个透过这种围墙的创作 让我知道画画很开心 并且上红冰老师课时 也让我知道绘画有很多种技巧 那你画的是什么 我画的是一只胖河豚 河豚哦 为什么要学河豚 因为它很可爱 为什么你们两个要一起来抱抱 因为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而且我们都喜欢鲨鱼 你画的是鲨鱼 那你画画好玩吗 好玩 对大的感想跟收获是什么 可以在学校的围墙画鲨鱼 很棒 然后就是因为可以在这个墙上留三十几年 所以可以跟路过的时候可以跟家人介绍说 这是我的鲨鱼 对很有成就感 这是明年国小在教育部艺术与美感深根计划支持下 所展开的绘画教学课程 不仅可以美化校园环境 更让孩子们有舞台展现自己 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明年国小艺术与人文的资资的部分比较欠缺 所以说学校就申请了教育部的艺术与美感教育的这个计划 希望让小朋友在艺术与人文领域这个方面来讲 可以得到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们就聘请了李鸿斌老师进到校园里面 来协助我们这个艺术与人文领域教学的工作 除了让小朋友可以有所成长之外 然后同时我也透过这样子进行所谓的教师真人 让老师知道如何在艺术与人文领域 指导我们的小朋友 在新传奖得主李鸿斌老师指导之下 孩子们的表现相当优异 一只只可爱的海中生物 色彩缤纷亮丽 模样俏皮可爱 让明年国小的围墙焕然一新 目前先完成校门口的彩绘围墙 后续还有三面的围墙也会陆续完成 要让所有路过的民众可以看到孩子们的精彩创作 介络会幻视报导